哈喽大家好呀我是小杂末 不知道大家玩新版大副的时候是否有这么一个疑问呢 为什么大副开怀掉后交互 被震慑的时候会触发5秒的小博命不会立即倒地 但旧人被震慑的时候却不会触发小博命而直接倒地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下新版大副博命的触发机制 处于催眠状态中的监管者 在攻击命中隐身状态的大副后 大副会获得5秒的小博命 可以看到触发小博命的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呢是监管者必须是处于被怀表催眠的状态 第二个条件是监管者攻击命中隐身状态下的大副 然后再来看一下怀表的描述 监管者的催眠效果将在大副触摸狂欢之一 或者受到监管者伤害时清除 然后我们再看回第一个案例 可以看到此时监管者受到大副怀表的催眠效果 并且对隐身状态的大副造成伤害 所以会触发小博命 再看回第二个案例 虽然监管者受到大副开怀表后的催眠效果 但因为此时大副触摸了狂欢之一 解除了自身的隐身状态和监管者的催眠状态 所以此时如果受到伤害的话 是不会触发小博命的 那大家看一下这段视频 大副盖状态下受到伤害后是否会触发小博命呢 答案是不会的 知道为什么小伙伴们可以发弹幕或者评论区留言 所以开怀表去救人的时候 切记不要反复触摸狂欢之一卡血线 以免救不下人 说完技能介绍 再来说一下大副的一些实战技巧 记得做好笔记哦 第一点的话就是大副开门战的时候 如果有博命的话 开怀表是可以抢一刀斩触发小博命 救下队友套大博命开门或者出门的 但是一定要记得把握好20秒博命的时间 伸好与门的距离 第二点就是 如果大副开怀表救下队友期间 没有受到伤害 是可以再次使用怀表进入隐身状态的 每个怀表的话可以使用三次 开怀表状态下是由移速加成的 可以用来赶入 所以不要浪费哦 第三点就是 大副开门战可以开怀表帮队友同意刀斩出门 但博命时间只有5秒 所以要注意好离门的距离 第四点就是 即使半时的大副也可以利用怀表的小博命救下队友 最后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 释放怀表会有短暂的时间无法交互 所以记得把握好距离 怀表记得提前开 好了以上的话就是本期视频的攻略内容 后续的话还会持续更新这一系列视频 喜欢的小伙伴们可以长按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 我必须亲自踏进这块被诅咒之地 寻找父亲的下落 夺回属于自己的荣耀